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抱着一个一岁大的孩子 她看到我 一脸惊讶 可这是我的房子 我爸妈在婚后给我们准备的备用房 就在这时 她的手机铃声响起 她接起电话 我清楚地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 宝贝 你想吃什么 我正好要回来 这个声音我再熟悉不过了 是我那个自称在出差的丈夫宋英 刚才还满脸不耐烦的女人 听到这声音后 立刻温柔起来 我想吃我们大学附近的馄饨 还有煎包 毕业后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 总觉得味道都不对 还有 我想要若是红色玫瑰猫公仔 六十厘米高的那种 我还想要一条项链 你知道我喜欢的款式 我站在一旁 静静地听着她说话 身体已经僵硬得像木头一样 我知道宋英的大学 离这套房子有大半个城市的距离 开车至少要一个多小时 我还记得我们刚结婚时 我也曾对她说过想吃馄饨 她当时的回答是 天气冷 馄饨带回来就凉了 不好吃 现在同样的季节 更远的距离 她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 好 我去给你买 我的心瞬间冷了一半 直到她又答应买玫瑰时 我彻底凉透了 若是红色玫瑰猫公仔 六十厘米高 没记错的话 价格大概在四万左右 四万块钱的公仔 她毫不心疼地答应了 宋英的家境并不好 靠着勤奋读书才考上好学校 毕业后一直过得节俭 一件浅蓝色的衬衫 她能穿好几年 衣服都洗得发白了 才肯换掉 我和她认识五年 她追了我四年 恋爱期间 我们从不去高档餐厅 大多数时候都是大排档或路边摊 情人节 七夕这样的节日 她从没送过我贵重的东西 唯一送过的花 也只是为了表白时 买的一只路边摊的玫瑰 她说 那代表我是她的唯一 我从小家境优越 物质上从不匮乏 但因为体谅她的家境 我并不在意这些细节 我一直以为她是个节俭诚实的人 没想到她居然愿意为另一个女人花四万块钱买公仔 而诺氏的宣传语还说一生只送一人 真是讽刺 她确实遵守了这个承诺 但送的却不是我 女人看到我还站在门口 微微皱了皱眉 经历了最初的震惊 我慢慢回过神来 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 镇定下来后 我礼貌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走错门了 我没有质问她 也没有气势汹汹地宣告自己才是这房子的主人 我转身下楼 身后传来她不耐烦的声音 这都什么人哪 大晚上的走错门 真是烦人 接着 门烹的一声被关上了 我下楼后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去了小区的保安室 和保安闲聊了几句 我问道 三栋601现在住的是谁 保安看我刷卡进了小区 知道我是业主 但不清楚我具体住在哪一户 他如实告诉我 物业登记的是业主和他的妻子 听到这话 我顿时感到一股冷意涌上心头 仿佛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 业主和他的妻子 那我这个合法的妻子又算什么 保安见我脸色有点不对劲 关切地问 怎么了 我勉强挤出一抹笑 没事 然后离开了小区 回到车上 我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把车停在拐角处 我呆坐在车里 慢慢消化着今晚发生的一切 随后打开了手机相机 几个小时后 宋英回来了 一只手提着尖包和馄饨 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巨大的红色玫瑰公仔 他并没有注意到我停在暗处的车 静止走向停车场 我看着他下车后 悄悄按下了手机的拍照键 我没有打电话质问他 也没有和他吵闹 等他回家后 我才开车回到了我们平常住的家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两天后 宋英回来了 那天很晚 他进门时 我躺在床上 假装睡着了 他身上还带着那个女人的香水味 没换衣服 就想抱我 阿锦 我回来了 我没有回应他 只是翻了个身 避开了他的动作 还顺势往床的另一边挪了挪 没给他留出上床的空间 宋英大概以为我睡着了 怕吵醒我 便去了客房 洗了个澡 随后睡在了客房 第二天早晨 他像往常一样 边吃早餐边 跟我聊起出差的事 这次项目耗时比较长 后面我可能还要经常出差 公司刚起步 事情多 为了我们的未来 我想好好努力 阿锦 可能会让你受委屈 我对他微微一笑 表现得很体贴 没关系 宋英没再多说什么 吃完早餐就去了公司 公司是我爸妈出资 我和宋英一起创立的 虽然才成立不到两年 但发展得很好 我投资眼光不错 擅长挑选市场 公司的事务 我和宋英一人负责一半 他的那一半 我不太清楚 这也是他频繁出差 却没让我察觉异常的原因 那天我没去公司 而是开车去了宋英给那个女人住的那套房子附近 我在车里等了一个多小时 直到上午十点多 女人推着婴儿车走出来 打了辆出租车离开了小区 我悄悄跟在他后面 他去了商场 买了一大堆婴儿用品 走出商场时 双手拎满了大包小包 外面正好在下雨 看着雨势一时半会儿不会停 我坐在车里 看着他站在商场门口 反复尝试叫车 但这会儿正值高峰期 一辆车都没等到 他盯着推车里的孩子 眉头紧皱 似乎在为当前的困境发愁 冬天寒冷 外面的风很大 孩子坐在推车里 脸冻得通红 女人显得有些焦急 正无计可施时 我慢慢开车靠了过去 降下车窗 故作不知地问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对方看到我时明显有些惊讶 我假装不记得他的样子 疑惑地问 我们认识吗 他提醒我 昨天你走错了路 还记得吗 我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微笑道 啊 我想起来了 真巧啊 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 看着孩子被冷风吹得可怜 于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帮助 甚至不等我多说 直接拉开车门 抱着孩子上了车 那麻烦你送我们回昨晚的小区吧 他倒是挺自来熟 我在心里暗笑一声 答应道 好 我随后问道 你昨晚是去我们小区找朋友的吗 其实 那个房子的户主登记的 就是我的名字 但我表面上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嘲讽的情绪 他回答是的 一路上 他跟我聊了很多 大概是看我开着的车不便宜 以为我家境不错 便开始和我套近乎 他告诉我他叫黎央 孩子刚刚一岁 孩子的父亲和他是高中同学 相恋多年 我用余光扫过后座 看了一眼孩子的脸 这孩子的五官轮廓分明 眉眼 鼻梁 脸形 明显有宋英的影子 宋英 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而黎央说 他们相恋多年 既然如此 那他为什么这些年 还要苦苦追求我呢 想到孩子的年纪 我心里涌起一阵恶心 一岁的孩子 而我和宋英结婚 也刚好满一年 算一算 这孩子就是那时候怀上的 过去五年里 宋英每天在我面前 温文尔雅 关怀备至 处处扮演着好丈夫的角色 谁能想到 追我的时候 他就还在喜欢着另一个女孩 甚至在我们婚前后 他已经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 既然他们如此相爱 为什么还要跑出来 伤害无辜的人呢 黎央的出现 让我对宋英更加厌恶 不过 我昨天发现 宋英外遇时已经震惊过了 经过一晚的消化 现在脑子冷静得很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侧过头 若无其事地拿起手机 指尖轻轻点了一下屏幕 然后继续与黎央聊起来 孩子这么好看 是像爸爸吧 黎央大概不清楚我已婚的情况 毫无顾忌地跟我聊了起来 没错 见过他爸爸的人都说 长得像他爸 我逗了逗孩子 继续问 宝宝叫什么名字 宋宇 黎央带着炫耀的语气说 孩子他爸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叫锦程实业 我握紧了方向盘 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手机 录音功能正在默默记录着时间 黎央大概是为了夸耀自己选的男人多有本事 滔滔不绝地讲着 孩子他爸跟我同岁 我们今年才27岁 能自己开公司真的不容易 当初为了筹到创业的资金 他吃了不少苦 一个人兼职了好几份工作 才赚到这第一桶金 当然 也少不了他的商业天赋 我听着他的自夸 心里却替他感到尴尬 锦程实业的创立资金 全是我父母资助的 跟宋英有什么关系 宋英毕业后认识了我 没开公司前 他一直在我父母的公司工作 他什么时候 为了创业 兼职几份工作了 没有我 宋英现在会在哪里 也许他该回到那个爬出来的地方才对 黎央后面继续和我聊了很多 都是在吹宋英有多能干 一直到下车 下车前 大概是觉得不想失去我这样有身份的朋友 他主动加了我的微信 我目送他离开 等他走远后 拿起一旁一直开着的手机 把刚刚录下的对话保存起来 我的计划第一步成功了 加了微信后 为了让黎央放松警惕 我没主动找他聊过天 但我故意制造了几次偶遇 咖啡厅 珠宝店 餐厅 随着偶遇次数的增加 我和黎央逐渐熟悉起来 现在他甚至把我当成姐妹 时不时还约我出去吃饭 每次见面时 我总是背着名牌包 带着珠宝 对我来说 这些就像日常用品 但黎央见我次数多了 原本只背几百块的实用包 过了一周 就换成了几万的大牌包 他几乎不带首饰 慢慢地 手上却多了名贵的手表、项链、耳环 每件都价值上万 他没有工作 这些钱只能来自宋英 我心里清楚一切 宋英出身寒门 平时很节俭 偶尔送黎央几万元的礼物 可能还勉强 但让黎央全身堆满名牌 他估计已经快招架不住了 最近宋英回家后 我明显感觉他心情不好 我没问原因 但那天晚上 黎央给我发微信吐槽他和宋英最近老吵架 他说 我真搞不懂 男人追你的时候什么都能满足你 等到追到手了就变得不舍得了 我也就买了一个几万元的包 三十万的手表 十几万的耳环 四十万的项链 外加一个十几万的玉琢而已 男人挣钱不就是为了给女人花吗? 钱挣来不花 那挣来干什么? 他滔滔不绝地抱怨着宋英 我静静地看完他的微信 顺手按了几下截图键 把他列出的那些物品价格截图保存下来 宋英是不是忘了 我和他还没离婚 他手里的每一分钱现在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男方在未经女方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花了钱 女方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这些钱 这里已经有了一百万了吧 其实 在发现宋英出轨后 我本可以立即提出离婚 但由于公司利益的牵扯 我们的财产分割太复杂 如果直接离婚 按照法律规定 我俩现在的共有财产还得分给他一半 而他原本就是一无所有的人 凭什么在这段婚姻中得到这么多 而且 他目前还掌握着公司一半的管理权 手里的客户资源 因为我们分工不同 我也没有掌握 听完黎央的抱怨后 第二天我开始实施我的第二步计划 那天晚上宋英正好有一个饭局 刚到下班时间 他穿着整齐的黑西装准备下楼 我叫住了他 今晚是约了客户吃饭吗 我跟你一起去吧 宋英微微一愣 显然没想到我会主动提议跟他去 我没做任何解释 只是合上手中的文件 走在他前面 直接去了车库 宋英要见的客户有好几个 应付客户这种事对我来说轻车熟路 毕竟我是锦城的实际创始人 见面时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特意强调了实际两个字 客户们有些诧异 在他们的印象中 宋英才是创始人 连宋英自己都觉得我今天有些反常 但我并没有多做解释 转头与客户聊了起来 像老朋友一样熟络 这正是我计划的第二步 在彻底把宋英踢出公司之前 我需要先和他手中的客户建立信任感 有了这种信任 无论他拿下的订单 我也能拿下 公司有他没他 到那时就无关紧要了 回家的路上 宋英试探性地问我 阿锦 我最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 没有 我淡淡回答道 只是锦城也是爸妈的心血 我想多投入些精力在这里 我专注开着车 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宋英没再多问什么 觉得我只是一起见客户而已 可能是他想多了 之后的一个多月里 我每次他见客户时都跟着一起 慢慢的 那些原本属于他的客户也渐渐变成了我们共同拥有的客户 他一个人负责的项目变成了我俩共同处理的事物 客户的打款也开始转入我的账户 我的第二步计划顺利完成了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宋英的银行账户每个月的流水居然缩减了那么多 对了 黎央还挺大方的 下班准备回家时 我收到了他发来的微信 是几张精装修别墅的照片 从装修风格看 这房子没七八百万是拿不下来的 黎央的语气中透着兴奋 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他的激动 徐徐 我换新房了 这房子真大 够我和宝宝 还有好几个人一起住 看看我们的新别墅 漂亮吧 我选的 审美还行吧 今天刚交房 是装修好的 再加点软装 就能住进去了 虽成九年 总算有个像样的房子了 我看着他的微信 手指紧紧捏着手机 花着别的女人的钱买的房子 真的值得他这么得意吗 不久后 黎央打电话给我 邀请我一起出去喝酒庆祝 当我到达时 他已经喝了不少酒 醉熏熏地趴在包厢的桌上 眼神有些涣散 他开始说醉话 现在我什么都有了 可心里还有一个疙瘩 一直有个人是我心里的刺 想起来就难受 我的心微微一提 直觉告诉我 他说的那个人是我 忽然 黎央猛地推翻了桌上的酒瓶 眼神变得猙獰 抓起一块碎玻璃 五指紧紧握着 玻璃划破了他的手 鲜红的血从他的手上流出来 他恶狠狠地重复了好几遍 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他 我和宋英该有多幸福啊 为什么他要活着 他就不该存在 听到这些话 我的脑袋一阵轰鸣 背脊上窜起一股寒意 黎央不会是真的想让那个人消失吧 之前我以为他只是个虚荣且物质的女人 没想到我太天真了 如果不是他今天喝醉了酒 我根本无法想象 他居然能够为了争一个男人 歹毒到希望另一个人彻底消失 接下来 李央还继续说了很多 全部都是抱怨他和宋英在一起 这些年有多么委屈 我心想 既然这么委屈 为什么不分手呢 这个世界上男人那么多 为什么非要吊死在这一棵树上 他醉意朦胧地回我 为什么要分 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是为了给我更好的生活 这样的男人上哪找 他丝毫不觉得羞耻 甚至还有几分炫耀 宋英对他有多好的得意之情 我再次被他和宋英恶心地不行 果然 什么样的人配什么样的伴侣 我冷冷问他 你有没有想过 他今天为了你这样对待另一个女人 某一天也可能为了别的女人这样对你 李央瞪着醉熏熏的眼睛看着我 愣了好一会儿 随后呵呵笑了起来 不可能的 他那么爱我 怎么可能这么对我 我不知道他是真傻 还是故意自欺欺人 一个连家庭责任感都没有的人 他凭什么觉得 对方会对他始终如一 和这样的人多说一句话 我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 我没有假装圣母心去送一个满脑子想着让我消失的女人回家 而是转身离开了餐厅 现在的我除了要把宋英赶出公司 还多了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在这场婚姻战争中保全自己 回到家时 宋英已经在家了 他应该是刚和黎央打完电话 我进门时 只听到他在电话里说 我不管 只要一想到他 我就难受得快死了 看到我进来 宋英的神色闪过一丝慌乱 但很快恢复了镇定 立刻挂断了电话 对我笑着说 你回来了 要不要吃点宵夜 我给你做 他依然像往常一样 表现得极其温柔体贴 如果我不知道黎央的存在 大概会沉溺在他的温柔中 永远无法自拔 我不饿 刚刚在外面吃过了 我淡淡地回答他 然后转身去了书房 他依旧坚持劝我吃点 说家里有牛肉馅的馄饨 虽然我已经拒绝了 但他还是去了厨房煮好后 端到了我的书桌前 我呆呆地看着桌上的食物 脑海中忽然浮现出黎央的话 还有他说那些话实实的表情 怎么了 宋英疑惑地问 我回了一句 没事 只是想说我已经不喜欢吃馄饨了 说完 我继续埋头整理文件 哦 这样啊 那要不要喝点果茶 我帮你做 宋英今晚对我格外体贴 反而让我心里有些不安 我什么也不想吃 这次连头都没抬 他愣了一会儿 便安静地离开了书房 我买了一只小仓鼠带回家 宋英回来时 看到我逗弄仓鼠 有些惊讶 你喜欢宠物吗 怎么突然养起来了 我边为仓鼠青菜边说 很可爱 你不觉得吗 他笑着说 喜欢就养吧 我不在的时候 他可以陪你 宋英并不在意这些 脱下外套后直接进了厨房准备晚餐 他平时回来得很晚 但最近却频繁准点回家 他开始关心我喜欢吃什么 每天做很多菜 但我总是借口已经陪客户吃过了 拒绝了他的殷勤 宋英无奈 只能把一桌菜倒掉 然后进书房继续处理工作 我看着他消失的背影 等他房门关上后 悄悄去了厨房 从垃圾桶里捡起一小块他倒掉的菜 喂给了刚领回家的小仓鼠 仓鼠一开始没有任何异常 但半个月后的一天 他突然吐血 我呆呆地看着他在我面前抽搐几下 然后不再动弹 全身顿时冰冷发颤 我颤抖着收拾好仓鼠的笼子 并在宋英还没出书房前 整理好了自己的行李箱 这个家我不能再待下去了 和现在的宋英一起生活 就是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我拖着行李箱准备搬出去 刚拉开房门时 宋英的书房门也打开了 他看了一眼我的行李 愣了一瞬 问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儿 我僵硬地握着门把手 背对着他 脸色苍白的可怕 怎么了 宋英向我走过来 我赶在他靠近前打开门走出去 平复了一下心情 镇定地说 最近有些累 开车回家太麻烦了 打算这几天去爸妈那边住 他追问 为什么 是因为我最近陪你的时间太少了吗 如果你不想开车 可以等我一起回家 我开车 宋英依旧扮演着完美丈夫的角色 不用了 你也很忙 爸妈那边离公司近 方便些 我拒绝了她的提议 拖着行李箱 就准备离开 就在我要出门时 宋英忽然拉住了我的手 给我一个理由吧 如果真的累 我们可以一起休假 去国外散散心再回来 反正钱也赚不完 我确实陪伴你的时间太少了 如果她以前说这些话 我一定会为她的体贴感动 但现在 她越是贴心 我越感到警惕 等我这段时间忙完再说吧 我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和她周旋 我的回答让宋英放心了 她松开了我的手 笑了笑说 那就等几天再说吧 你在爸妈家好好休息几天 我没敢回头看她 拖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小区 开车去了爸妈家 我依然照常去公司 到了宋英的办公室时 她正在配套的卫生间里 手机没带进去 这时手机刚好逼了一声 我本不喜欢看她的手机 但此刻不经意间 撇到了屏幕上的消息 发信人备注为宴 我不用猜 就知道那是黎秧 宋英的手机屏幕锁着 我看不到完整的聊天记录 只能看到屏幕上的消息提醒 你是不是对她不忍心了 你不会喜欢上她了吧 正当我读着这条消息时 又一条信息发了过来 如果你不忍心 那就让我来吧 我震惊地看着屏幕 手指不由自主地紧握 骨节泛白 我想查看两人的完整聊天记录 但宋英的手机设了密码 我无法打开 我试了一下我和她的生日组合 发现是错的 又试了几次和她生日有关的数字 依然不对 我僵硬地握着手机 贴了一眼卫生间的方向 门关着 没有听到冲水声 宋英还没有出来 我冷静下来 细想了各种可能的密码组合 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了黎秧的脸 我并不知道她的生日 但突然想到她曾在朋友圈晒过一条宋英送她的项链 项链上刻着的数字我依稀记得 凭借着我的记忆 我输入了项链上的数字和宋英的生日组合 屏幕缓缓亮了起来 我猜对了 我颤抖着手指打开微信 赶在宋英出来前点开了她和黎秧的聊天记录 之前的聊天信息都被删除了 只有今天的对话还留着 最后的时间停留在九点半 宋英只发了一句话 内容够了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我直觉告诉我 这句话前的内容对我至关重要 但它已经删掉了 黎秧的回复是刚刚发来的那两条 现在的我已经不想去探究宋英对我到底有没有过喜欢她 这种男人的爱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我的注意力全在黎秧说宋英不忍心对我下手这句话上 可那只死去的仓鼠说明它分明已经出手了 除非它下的计量不是致死的量 而是带来别的伤害 可不管怎样 宋英在我这里都不可原谅 我迅速把两人的聊天对话截图保存 在宋英走出来前把手机若无其事地放回原处后 离开了她的办公室 宋英都已经做到这份上了 我的下一步计划也可以开始了 当天白天的时候 我通知了公司所有人员 晚点会召开一场会议 并没有说会议内容 十点半的时候 所有人收到通知 都出现在了会议室等候 包括宋英 我出现在现场的时候 什么文件也没带 只带了一个手机 所有人的目光诧异看向我 不明白我这是在干什么 我静止走到众人前方 目光一一扫过现场众人后 缓缓开了口 今天召开这场会议 我是想告诉大家 以后公司所有事情全部改为我负责 宋总从今天开始不再是这个公司的一员 全场一片震惊 一双双眼睛正恶看着我明显没想到这次会议的内容会这么劲爆 最震惊的自然是宋英本人 阿锦 你这是在干嘛 她的脸色明显地黑沉了下来 似乎在忍着怒意 我没有回答她 只是打开手机 把手机里的内容投屏 宽大的屏幕上出现的先是黎央和黎央孩子的照片 之后是黎央和我的微信 包括宋英为她花了多少钱 买过哪些东西 最后是我录下的黎央在车上说的孩子父亲是宋英的对话 对话一出 再一次震惊了全场 场下开始了细碎的议论声 宋总竟然背对着许总 有了一个其他女人的孩子 还和其他女人生活在一起 可宋总平时表现得很爱许总 完全看不出是这种人 所以说人不可貌相 宋英目光死死地盯着屏幕 脸色冷得可怕 我无视她的眼神 继续宣布 大家都知道 锦城是我爸妈投资创立的公司 跟宋英没有一点关系 若是要裁掉某个成员 我爸妈最有发言权 今天我是来带爸妈传话 告诉大伙 公司以后的管理人 不需要宋总了 至于宋总花在李女士身上的所有钱 那都是属于公司的 我会全部起诉追回 我宣布完 头也不回地往会议室外而去 宋英几步跟上来 将我的手拽了住 阿锦 为什么不事先和我商量商量 有矛盾 咱们私下解决不好吗 他拽我的手力度很大 看得出来他被气得不浅 只是一直忍着怒意 没在我面前发作 我淡漠地将手从他手中抽回 觉得他的话有些可笑 从一开始接近 我就带着墓地 这样的男人 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 私下解决了 又怎么让他一败涂地 我对宋先生 已经没什么可说的 明天我会准备离婚协议 你好后 我会让人给你送过来 没在看他 我大步离开了现场 宋英僵硬站在原地 手保持着刚拽我的姿势 眼里除了怒火 更多的是不甘 他大概没想到 我在发现他出轨后做出的反应会如此果断 更想不到 在我看似平静的表象下 其实已经准备了那么多 一出手 直接没给他反击的余地 我回我的办公室后没多久 黎央打了个电话过来 他明显已经知道了刚的事 我接听电话后 他就开骂 你就是许锦 你从一开始接近我就在骗我对不对 你欺骗我的感情全都是为了今天一个女人心机到你这份上也失觉了 松英是喜欢我 但对你也不差 你至于让他处境落得如此狼狈吗 你知不知道你当着公司那么多人的面宣布他跟我的事 不单是会让他在锦城那么多人面前丢了形象这么简单 还会让他离开锦城以后去其他大公司都难 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恶毒 你这跟让他变成一个废人 有什么区别 他找不到高收入的工作 你让我们一家三口 以后这么办 我很有耐心地把他所有的话听完 平静地一点一点回他 我从一开始就说过 我叫徐徐 我也确实姓徐 小时候我身边的人都这么叫我的 这算什么欺骗 我今天在公司投评的每一句话不都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让他落得如此地步的人是你 不是我 还有他和你做那么多丢脸事的时候 你俩不觉得丢脸 怎就能把责任推给我一个曝光了这事的人 最后你们一家三口以后该怎么办 这种问题为什么要来问我 这年头离个婚 前妻还得负责前夫和第三者的后半辈子 我的口气始终没有半点起伏 黎央却听得抓狂 在电话里骂骂咧咧了大半天 我懒得把时间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直接摁掉了通话键 把宋英踢出了公司 我的计划还没完 黎央酒最后我录的那些话 以及后面的聊天记录 还有仓鼠的事 这些都还没派上用场 但我不急 我知道以今天黎央对我的恨 她还会有下一步的动作 之后过了一个月 我起诉追回了宋英送给黎央的所有东西 也和宋英进入了离婚阶段 财产划分上 宋英要求五分 但我却以公司属于爸妈为由 拒绝了她的提议 她要分财产 只能分我俩 结婚这一年来 我的部分婚前挣的都不算 而且离婚这事 她是过错方 我什么证据都掌握了 她会分得更少 最终法院判的是分她五十万几十万 对于已经养成大手大脚花钱的黎央而言 哪够花 宋英赫 我做了财产清算后 没几天 手里的钱就被黎药买奢侈品用去了一半 一个月后直接两手空空 半点存款也不剩 宋英本身就是吃过苦的人 早前黎央刚开始迷恋上奢侈品 那会儿她就有些吃不消了 现在情况和以前不一样 哪能还这么花 两人的婚姻坚持了不到几个月 黎央还没对我出手 我等来了一个意料之中的消息 宋英和黎央分手了 一个因为缺钱天天吵 一个因为对方花钱如流水 吵吵架吵多了 宋英提出来的 黎央坚信的她和宋英的美好爱情最终也没走向终点 分手后的宋英和黎央消失了一段时间 我没再碰到过这两人 直至有天晚上 我下班回家有点晚 开车驶向一条偏僻道路的时候 和黎央碰巧撞上 黎央坐着出租车和我擦肩而过 目光看向车窗里的我时 眼底闪过一丝歹毒 我没理会 专注地继续开着自己的车 黎央所在的车 本来已经缓缓从我身边走了 可不知怎么的 行至拐角处 又忽然拐了个弯 由后向着我的车冲了过来 她所在的车速开得很快 路灯打照 进车快要靠近我时 我发现副驾驶坐的黎央 不知道什么时候 抢了方向盘 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 许锦 你怎么不去死 呼呼的风声中 我听见了她隐约传来的声音 黎央的车速越来越快 看着似乎抱了和我同归于尽的决心 我从碰到她的那一刻就对她有所提防 赶在她的车撞上来前 我打了个急转弯 让车变了道 黎央想追上来继续撞 然而车上的出租车司机却和她抢起了方向盘 车速太快 两人拉扯 中车没撞上 我反倒轰的一下 撞上了旁边粗壮的大树 混乱的现场在那之后彻底安静了下来 车上的两人都没了动静 马路上有人目睹了这一幕 报了警 黎央和出租车司机都被送去了医院 我去警局做了笔录 如实陈述了今晚的情况后 把之前手机里存着的录音和黎央的聊天记录 也一并提供给了警方 黎央在车祸后抢救了一周才醒过来 醒来后脑子痴痴傻傻 反应也变得慢了很多 我对他以蓄意谋杀罪做了起诉 证据我都有 车祸内会现场也有监控罪名成立判的无期徒刑 宋英 我只提供了部分证据给警方 我是从警方调查出的结果得知的仓鼠事件的经过 据说是警方查到宋英身上后 宋英自己承认的仓鼠事件 那段时间 黎央一直逼着宋英想办法解决 我提出过让他带我去偏僻国家旅游 在制造意外置我于死地 也提出过制造车祸事故 或者家里意外着火之类的 但被宋英拒绝 宋英只接受了药物的提议 但他用的量可以让仓鼠致死 却不至于让人致死 他想要的效果是让人变得恍惚 脑袋没那么好使 检方已故意伤害他人罪 对他提诉 最终判刑七年 宋英入狱后的第一天 我应他的要求去看过他 知道我拒绝黎阳提议的原因吗 他抬起数学了不少的脸庞问我 我没作声 他看着我的双眸多了几分清明 还含了那么一丝丝期待 阿姐 如果我说我是喜欢你的 你会信吗 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我的心里很早就有了答案 我从未去纠结过他到底爱没爱过我 打从我看清他的为人后 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就变得不重要了 从头到尾都在利用这样的喜欢 太廉价了 宋先生 你的喜欢我销售不起 以后这里我不会再来了 出来后 我们应该也没必要再见了 我被转过身 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他的视野 回去后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了工作中 影城没了宋英 和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 甚至越做越好 几年后 我成了当地财富榜上最年轻的企业家 爸妈提议过帮我再介绍相亲对象 却被我拒绝 婚姻对我而言不是必需品 顺其自然就好 事业才是女人的底气 而我现在一切都刚刚好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上周我查出了怀孕 跟老板协调 从车间调到办公室 他最近正好需要一个熟悉电脑的助理 就同意了 镇上的小厂没那么多规矩 说是办公室 其实就隔了一间 里面有一台电脑桌 吊岗第一天 我特意带了盆多肉 带个花瓶点缀一下桌子 我给老公打着视频 给他看我手上修剪的玫瑰 老公 好看吗 这以后就是我的办公桌了 老公还没讲话 门突然被踹开了 进来的是老板娘 我入职时间不长 在车间里远远见过他 能认出他 还是因为他也大着个肚子 但他应该没见过我 他老板娘上来就打我了一巴掌 见人还插玫瑰 勾搭谁呢 这巴掌打得很重 我的脸火辣辣的疼 人也晃了一下 手机摔飞出去 撞在墙上 裂了 我捂着脸 刚想问怎么回事 跟着他进来的车间主任赵亮 飞快地关了门 指向我姐 就是他 赵亮直接冲过来 把我推倒在地 一把捂着我的嘴 小红说了他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陈哥的 动手姐 再过半小时 陈哥就来了 这个野种 不能留我头重重地摔在地上 整个人都是晕的 但我听明白了 他们以为我的孩子是老板陈墙的 要打掉我的孩子 我拼命地挣扎 左右晃着头 想挣开照亮的手 我要告诉他们 孩子不是陈墙的 但男女之间的力量差别太大 照亮坐在我身上 把我的嘴捂得紧紧的 我都快喘不上气了 照亮趁机对着我肚子和腰 连着踹了几脚 我疼得全身发抖 但照亮压着我 我无法缩起身护肚子 只能两腿乱踢 照亮退了一步 护着他的肚子 妈的 见蹄子还想踢我儿子 照力顺手拿起我刚刚修剪的玫瑰花 抽在我的身上 一下两下 花刺扎在肉里 我越扭动 扎得越深 但我还在死命地挣扎 尽量不让它打到我的肚子 这时 门把手突然转了一下 声音细微 但他们都听到了 照亮下地松开了手 我眼神中闪过一丝西迹 门缝开得很小 林红快速闪身进来 救命 我只来得急叫一声 又被照亮捂住了嘴 老板娘 主任林红笑着打了个招呼 我眼泪直流 祈求地看着林红 嘴里用力发出模糊的声音 不是孩子 不是 怎么不是 你上个月还跟陈总出差了 这孩子不是陈总的 陈总能给你调办公室吗 林红尖锐地叫着他说谎 他只是觉得办公室比车间舒服 他造谣 照亮却不管 扯着我的头 拿过桌子上的大胶带 封了我的嘴 还绕着头缠了四五圈 而后又把我的手和腿分别缠紧 我越来越绝望 一强之隔 生死之差 我无法呼救 只能寄希望于徐林 希望手机摔坏之前 他能看到 能听到异常 他能过来救救我们的宝宝 胶带撕扯了我很多 头发割裂 拉扯着我的皮肤 我却仿佛感觉不到疼痛 我全身用力地爬行扭曲 终于靠近了赵丽 照亮健壮 一脚踹在我肚子上 妈的 还不死心 还想动我姐的孩子 是的 我不想再解释了 谣言是解释不清的 人们只选择自己想听的 我靠近他 就是要绊倒他 如果我的宝宝留不住 我要他的孩子做陪 只是我失败了 他为刀组 我为鱼肉 他们对我拳打脚踢 我的身体已经开始麻木了 意识也逐渐模糊了 老板娘勾引陈总的 可是这张脸呀 林红的声音响起 我眼睛肿得 只能睁开一条缝 这条缝里 迸发出滔天的恨意 吓得林红退了一步 不敢再看我 我割了你的脸 看你还怎么勾引人 赵丽拿起一块 秀极斑驳的刀片 从我的额头 慢慢地滑到鼻尖 顿刀割肉 我感觉我的脸被撕裂开了 温热地血忽了我的眼睛 血红中 我看到办公室的门开了 一双白色的板鞋进来了 而我也感受到 一股热流从腿间汹涌流出 彻底晕了过去 徐林终于赶来了 从视频里看到 我被打了一巴掌 她就用了最快的速度赶来 但还是晚了 再次醒来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全身包裹着 只有眼睛留了一条缝 我慢慢地摸向小腹 徐林轻轻地抚摸我的手 她不敢用力 她怕弄疼了我 我看着她 嘴巴微张 老公宝宝 我嗓子里如刀错一般 说话都发不出来声音 眼睛因外力暴打冲血 透过微弱的红光 我祈求地看着徐林 然而徐林将近一米九的个子 把头低埋在我床边 闷声哭着 我眼角的泪 瞬间将纱布尽透了 我紧紧揪着腹部缠裹的纱布 那里刚刚流失了 我最重要的宝贝 别哭 静静 你不能哭 对身体不好 徐林哽咽着 徐林报警了 陈强也早就过来医院了 他要帮赵丽解决这事 小静 你醒了 这事是他们不对 我让他们给你道歉 我的孩子就能回来吗 撕心裂肺地痛快吞噬了我 这句话喊出 我感觉到嗓子涌出一股腥田 这些人 他们只想用一句道歉 去解决一条人命 小静 孩子没了 我很抱歉 这样吧 医疗费除外 我再给你八万 给你养身体 多得算是补偿你的 你看行吗 陈强面色不变 仿佛在菜市场讨价还价 八万不行 赵丽声音尖锐 就那么一坨肉 凭什么要八万 闭嘴 陈强大喝 赵丽顿时缩了头 徐林猛然起身 他个子高大 此时愤怒地像一头要吃人的狼 恶狠狠地盯着赵丽 赵丽不敢作声 躲在陈强后面 还不是怪他自己不讲清楚吗 我才以为是陈总的孩子 林猛跟在后面 大概是觉得八万百平了事情 撇嘴不屑道 谁叫他平时那么骚 惹人误会 都是活该活该 徐林一个剑步窜过去 拎着林猛的领子 硬生生把他提了起来 你嘴那么贱 那打死你是不是也是活该啊 徐林左右开弓 甩了林猛十几个巴掌 直到林猛嘴里 鼻子里的血喷洒出来 溅出一地 门口的警察才上前拉着徐林 让他停手 徐林打红了眼 对警察的话置若罔闻 徐林 我声音虚弱 但他听到了 我怕徐林坐过了头 毕竟警察就在边上 徐林松开林猛 捡起地上林猛掉落的两颗牙 塞进他嘴里 接着捂上他的嘴 给老子吞下去 下次再嘴见 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活着嘴里的血林红真咽下去了 哪里疼 徐林回到我身边 柔生问我 警察见我醒了 有些事要询问 正好我也想问些事 于是就让陈强和赵丽姐弟都出去了 警察同志 麻烦您帮忙协商一下 多少钱我们都可以出 陈强出去之前轻轻拍拍警察的手 特意交代 那边还在抠嗓子的林红 顶着一张猪头 立马连爬带滚的也出去了 病房门关上 警察在隔壁病床上 蹭了蹭手背 开始了例行询问 如果我告他们 大概是什么样的结果 回答完警察几个问题 我直接问道 我国法律 故意殴打孕妇 致使流产 构成故意伤害罪 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具体你们还是咨询律师三年 徐林一拳打在墙上 我老婆早上去上班 好好的一个人 现在像个破步娃娃躺在这 孩子也没了 我等在病房外面签的不是手术 单 是放血的刀 从我心里挖了我一碗又一碗 徐林抬手抹了眼泪 你们看看他脸上的刀口 缝了三十多针 看看身上 全身软组织挫伤 大腿骨折 你跟我说三年 徐林激动地发泄着怒气 然而 警察接下来的话 让他彻底崩溃了 现在 还有个坏消息 他们厂里的办公室没有监控 徐林气急 冷笑一声 所以他们连坐牢都不用了事 甚至赔偿也可以当成是员工关怀 警察的话 一下子把徐林砸猛了 徐林晃了谎神 突然往外走 老子去宰了他们 徐林 徐林 我急忙叫住他 警察也用力地拉住他 啊 我疼痛的惊叫声 终于拉回了徐林 我说要和徐林商量商量 所有人都暂时离开了病房 静静怎么商量八万块钱 你这一身伤 还有我们的徐林 既愤怒又委屈 眼尾湿润 你头低下来 我跟你说话 我声音压得很低很低 徐林 我看见林洪录了视频 徐林 傅尔听着 这事先不要告诉警察 另外那个赵丽并不是老板娘 我之前在车间听他们说起过陈强在外地还有一家大厂 这个赵丽只是养在这边的三 林洪他们说过 陈强好像很怕老婆 如果陈强他老婆知道这个孩子会怎么办呢 他叫囊着打小三 打了别人的孩子 但他自己才是小三 那他的孩子是不是也应该被打掉呢 徐林双手攥紧 指甲嵌入手心 我知道此时徐林和我想法一致 其实徐林脾气一向温和 只要不伤害他的家人 而我那项少话好相处 但我是有仇必报的 我以身体为由 协商的事一直拖着 没有了警察督促 陈强和赵丽仿佛也忘了我 赵丽说自己受了惊吓 陈强来这边变多了 以往他很少过来的 这正好也给了徐林方便 徐林每晚都跟踪陈强 一个星期后 他终于摸清了陈强的家和大厂的位置 也打探到一些私密的消息 陈强他是入赘金家的 他老婆叫金倩 不能怀孕 陈强开始是金倩的保镖 保护过金倩 估计有点感情 金倩说他能接受 不要孩子 两人就结婚 带他做生意 前些年金倩管得严 后面慢慢觉得陈强老实了 就看得松了 陈强这两年在外面没少鬼混 但就赵丽怀上了 所以宝贝得很 徐林找机会见到了金倩 并且把陈强和赵丽的事告诉了他 徐林没有说他和金倩怎么谈的 总之金倩留了徐林的电话 说自己会查 如果属实金倩会请我们看场好戏 在这期间 徐林还去找了林洪 林洪上次事件之后 直到陈强和赵丽姐弟容不下他 没打辞职就跑了 但他估计缺钱 又偷偷跑回厂里找财物要工资 正好徐林那两天都在守着 从他手里拿到视频后 把他手机里的视频删除了 我和徐林并没有把视频交给警察 谁他们的要那三年有期 至于林洪会不会复原视频 我们想他应该更不敢让别人知道 半个月后 我身上轻肿慢慢消了 腿上的骨折还没好 徐林正轻轻揉着我另一条腿 电话响了 好 他接到了金倩的电话 我要去 我拉着徐林的手腕 坚定地看着他 这场戏我必须到场 徐林也不拦着他 找了个轮椅把我包裹得严严实实 带着我一起去了 时隔半个月 我又回到了厂里 今天没有夜班 月色暗淡 只有办公室亮着灯 透过门缝露出一些光来 这隔出的一间 像是波涛暗涌的海面上 一夜飘飘摇摇的孤舟 徐林推着我进去的时候 坐在老板椅的女人愣了一下 随后吐出一口轻薄的烟 有意思 你老公胆子很大 没想到你胆子也很大 相比之下 陈强你TMD太不行了 金倩突然转头 把未抽完的烟弹 在陈强脸上 陈强应该是挨过打了 脸上青一筷子一筷 跪在地上 守在背后束缚着 烟飞过来的时候 他又嚎了一嗓子 倩倩 他们污蔑我 我没有干对不起你的事 倩倩 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 赌上金倩带来的人 动作利索 直接给陈强嘴里 赌上一大团的布 这些布里还夹着纱纸 全部团在一起 磨得陈强嘴角都烂了皮 吃得一声 门又打开了 老公 这么晚发消息让我来干嘛 你可以去找我呀 赵丽的声音和肚子先进来 而后他惊慌地跑向陈强 老公赵丽摸着陈强的脸 想去拽开他嘴里的布 却被金倩带来的人 一下子拎起来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他们的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我老公是谁吗 赵丽拼命地挣扎 终于他头一转 看见了我 臭 是你喊的人 老娘那天就该弄死你 让你跟你肚子里的杂种一起死 我扶在轮椅上的手紧紧地抓着那天的绝望和疼痛 仿佛又重新回到了身体 我整个人微微颤抖着 徐灵轻轻抚着我背 帮我缓解 我平静下来 淡淡地看着他 仿佛像看着垃圾 赵丽受不了了 在这之前 他已有钱人的优越践踏过我 现在怎么能忍得了我这样的嘲弄 哪怕被人提着 赵丽还是趾高气昂 他指着身边这些穿西服的保镖 这臭只有八万块钱 你们把这两个贱人弄死 我立马给你们十万 不弄死他们 我给你们十五万 你们都TMB傻逼吗 放我下来 老娘有的是钱 我冷漠地看着赵丽 他此刻就像被渔夫抓在手里的鱼 拍打着身体求生 但鱼只会等来开膛破度 闭嘴吵死了 金线终于忍不了了 在这个镇上 赵丽是有钱 但比他有钱得多了去了 金线就比他有钱得多 他一挥手 保镖重重地挥了赵丽其巴掌 赵丽被打得发晕 但他安静下来了 嘴角动了两下 吐出几颗带血的牙 竟然吓晕了过去 一个保镖去卫生间打了一盆水 全倒在赵丽脸上 他醒来刚要叫唤 金线斜了他一眼 再吵到我耳朵 他们会打死你 毕竟我比你有钱 接下来我问你答 听明白了吗 金线风轻云淡 但赵丽却十分恐惧地 看着身边的陈强 老公 他是谁 陈强不理会赵丽 对着金线哈着腰拼命摇头 像一只狗 金线无视点起一根烟 陈强是你老公 当然是的 我老公很厉害的 你最好放了他 等我们出去 金线吐出一口烟 撇了一眼保镖 又给赵丽一巴掌 他眼泪鼻涕流了一脸 压抑着抽泣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 赵丽猛地点头 又挨了一巴掌 他立刻大叫 是拿下来金线 还是都是淡淡的语气 保镖拿下了陈强嘴里的布 还解了绑 但陈强依旧老实地跪着 陈强 这个女人说 他的孩子是你的 不是倩倩 真的不是 陈强立马否认 陈强 你 赵丽十分慌乱 闭嘴 贱人 陈强连甩了几个巴掌 让你污蔑我不是你的孩子 你要怎么证明呢 金线吐出一团浓厚的烟 飘在城墙前方 我看不到陈强的脸色 但烟雾中 他突然起身 朝着赵丽的肚子狠狠踹过去 我莫名有些兴奋 门外置时又响起敲门声 打断了陈强的动作 姐 姐夫 你们在干什么 怎么动静那么大 是赵亮 赵亮救命 救命啊 赵丽仿佛溺水的人 抓到最后一根浮沫 赵亮攀玉脚踹开门 这姐夫 我姐还怀着你的孩子呢 你怎么能让她躺在地上 赵亮跑过去 就要扶起赵丽 这些人是谁 妈的 又是你们两个贱人 她环视一圈 呵 又来了一个没眼力尽的 陈强看了一眼金欠后 一脚踹在赵亮身上 连带着赵丽一起倒下了 谁他妈是你姐夫在胡扯 老子撕了你的嘴 赵亮脑子转得很快 似乎看清了眼前的形势 是不是赵亮甩了自己一巴掌 我是说不是 我们不认识你 求求你让我们走吧 我姐还带着肚子呢 再过两个月就要生了 赵亮声泪俱下演得一出好戏 然而赵丽不同意 她偏要强调肚子里的孩子是陈强的 好像不说就不是了 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陈强的 你们能怎么样 还有没有王法了 似乎赵亮的到来 给了她不少底气 陈强似乎还在挣扎 她心疼这唯一的孩子 徐琳不耐烦了 她和我是特意来看戏的 徐琳大步跨去 一把扯住赵亮的脖子 将赵亮按压在地 而后屈膝顶上去 把赵亮死死地定在地上 说是就是 说不是就不是 徐琳捡起办公桌腿边的扳手 老子问你 孩子是不是陈强的 不是 徐琳抡起扳手 直接砸在赵亮嘴上 是还是不是 草 赵亮撑起双手死命挣扎 却被徐琳压得紧紧的 徐琳又是一扳手砸下 比谁劲更大吗 老子比你劲大 现在是老子压着你 徐琳一脚踩在赵亮头上 使劲碾压 眼眶通红 徐琳从灵红那里拿到视频 看到我被赵亮压着挨打的时候 眼神里都是疯狂 徐琳 可以了 我轻声唤她 她松开 赵亮今天的主角是赵丽 赵亮躺在地上 还未缓过来 陈强终于动脚了 赵丽怀孕已经七八个月了呀 赵丽鬼哭狼傲 陈强 我日你妈虎毒不食子 的不是人 她腿间涌出很多血 陈强还在踢着我心头发毛 浑身发凉 眼前的一幕让我感觉恐怖 却慢慢又溢出一丝快感 而后丝丝缕缕更多的快感 慢慢缠绕在心头 修补着心间的那一处空缺 我指腹轻轻地抹杀着小腹 大笑起来 求求你救救我 救救我的孩子 帮我报警 要打死人了 赵丽忍着痛 身形扭曲地向我爬来 地上拖出一道血痕 她伸出手向我求救 身后陈强还在踢着我 扶着徐琳站起 腿上的刺痛瞬间传来 但我很开心 我很清醒 我撑着拐杖 一步一步挪到赵丽面前 抬起狠狠抽在她脸上 不过是一坨肉而已 完了完了 赵亮趴在地上十分心痛 我捂着肚子笑 弯了腰 笑出了泪 突然 我猛然一个晃动 徐琳接住我 小心地扶着我坐下 则你不害怕金欠完卫地看着我 你能摆平不是吗 我也微微一笑 有钱人能摆平的是太多了 在金欠面前 赵丽连个屁都不算 我和徐琳往外走 这场戏是有钱人的游戏 我已经看完了 你和你老公都很有意思 他跟我说了这事 我问他 我不管他会怎么办 他说他会自己解决 等我丧偶之后就欠他个人情 这个人情让我还给你 我可不会欠人人情 谢谢 我和徐琳出了门往医院走去 那间办公室里还在传出嚎叫痛哭的声音 一路上我和徐琳都没讲话 到了医院门口 我感觉到我脸上滴了一滴水 但今夜无语 这件事当然不是就这么结束了 那夜我们离开后 金欠也离开了 在金欠的干预下 陈强只能把赵丽送到我所在的医院 我和徐琳在走道里 听见陈强咆哮着剖腹取子宝孩子 但医生告诉他 孩子早就胎死腹中了 陈强竟然不管赵丽就离开了 最后还是赵亮顶着一连血去的医院 赵丽也最终被抢救回来了 我不懂 金欠这是给我留了个热闹吗 赵丽成了我的新邻居 在隔壁病房养着剖腹的伤 休养在医院里 赵丽姐弟想过找我麻烦 我问他们证据呢 我问他们想挨打吗 大家都没钱了 就看谁拳头更硬了 真见 我又让徐琳去跟踪林弘一条命 可不是几个巴掌就能偿还的 所有的仇人都不能放过 听着徐琳带回的消息 我按捺不住 但徐琳不让我下地走路 到了差不多一个月 徐琳才又带我出门 当然还是坐着轮椅 林弘从厂里出来后 在一家族裕城里上班 一家不怎么正规的族裕城 徐琳在这边观察过很久 族裕城夜里总有个流浪汉蹲守在路边 一边等着别人给点零花钱 一边看着林弘静进出出 看着她的大腿流口水 这夜 徐琳推着我路过这流浪汉 这流浪汉年纪不大 看着有一些呆傻 衣服单薄 但也没有脏 乱到惹人嫌弃 我看到她露出的胳膊上 有好几块疹子 眉头皱了皱 族裕店里又有客人过来 徐琳把我推到拐角巷子里 我不确定她是不是有病 徐琳看出我有些不忍 徐琳 这是一辈子的事 会不会太 我还没说出狠字 就听见了林弘熟悉的声音 王哥 你下回一定还来找我 那店里的老娘们都被人干臭了 指不定有什么脏病呢 哪像我就天天等着王哥您呢 她挽着王哥把人送到路口 小声说着 但在夜里我听得很清楚 我忽然想起 她说我跟陈强出差的事 那根本是子虚乌有 但她造谣不需要 事实随口就来 就像现在林弘回店的时候 我和徐琳隐在暗处 她并未瞧见 等她店里的关门声响起之后 我扯了徐琳一下 徐琳走到流浪汉身边想 流浪汉抹了一下口水 收回看着林弘大腿的目光 嘿嘿直笑 想想 徐琳掏出一千放在地上 那正巧你赶上了 我和徐琳继续引在暗处 看着流浪汉拿着一千进了店 这店里来客一次也就四五百 林弘看着她有些吃傻 手里现金又多 还盯着她看 就扭着屁股把人直接领走了 你怎么不排班呢? 排个屁的班 人家就是来点我的老东西 你都卖烂了还想跟我抢人 早就让她嘴巴积点得了 生死有命 赵丽在医院养伤也没消停 开始的时候 我总是能听见她给陈强打电话要钱 后面就是她单方面的辱骂 估计是陈强不接电话了 但赵丽是什么人? 她有的是方法找到陈强 这天我和徐林在病房休息 听见隔壁赵丽的大嗓门 于是徐林带着我去听热闹 赵丽竟然找了几家直播平台的人 她在病房里开了直播 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叫着 她说陈强是个复兴人 她八个月大的孩子没有了 陈强竟然要抛弃她 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八个月孩子没了 当妈的得多无助啊 渣男人肉 她照例看着这些评论继续哭诉着 她嘴里的自己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 自媒体很聪明 为了这个瓜都刻意忽视了赵丽身上的三位 赵丽演得相当卖力 直播间里特别热闹 虽然很不该问很伤一位母亲的心 但还是想问一下 八个月的孩子怎么会没了呢 你管人家怎么没的 你这不是在戳她的心吗 你太冷血了 直播间里炒成一片 赵丽满意地下播了 下午我就在手机里刷到相关的资讯了 热度持续走高 陈强终于还是出现了 从那夜之后 陈强一直战战兢兢 但金茜没找她 她以为是金茜看在以往的情分上原谅了她 所以她很低调 她想等过段时间金茜忘了这事 她再去轰轰金茜 但赵丽 这个蠢货现在闹得人尽皆知 她怕金茜为了面子跟她离婚 所以她过来找赵丽 不管是威逼利诱 还是给钱给财 她必须快速解决这个事 你说你要多少钱 一千万 赵丽比花了一个一 疯了吧 老子现在到哪给你搞一千万 陈强现在不如之前了 他的那些小产业金茜都知道了 如果要动一千万现金 金茜肯定会查到 我是疯了 我儿子都没了 我能不疯吗 陈强 你TMD那么怕那个女人吗 那可是你亲儿子 赵丽风魔地吼叫着 最终陈强接受了 也许是看着赵丽陪她多年的份上 也许是看在那个被她踹没了的孩子的份上 总之 她让赵丽安静点 等她打款 隔着一墙 我隐约听明白了 彼时 我躺在病床上 他们想要施舍八万 买我宝宝的命 此刻 陈强要用一千万去买断她和赵丽的联系 怎么 人命就这么分贵贱吗 陈强关了赵丽的门 转身 便被我和徐林迎了过来 你们他们的别想要这八万块钱了 要不是你们 金线怎么会知道这事 陈强有气 但看着徐林人高马大 也就只能嘴上逞强 其实 如果没有这件事 陈总还是那个潇洒的陈总啊 我把从林宏那得到的视频拿了出来 但陈总您离真相差了一步 这一步作为您的助理 我替您走了 我点开播放键 视频里出现了赵丽和赵亮对我拳打脚踢的画面 很明显 这个视频是林宏拍的 人类的本性就是吃瓜 何况他那样的长蛇腹 这种时候 他还在拍视频 不过赵丽姐弟打得激烈 没瞧见罢了 姐 这野种那么难杀 踹他肚子 别管他脸了 不能让陈强的肿流下来 假的 干不过真的 等你的孩子长大了 陈强的钱就都是我们的了 视频画面在这里晃了下 戛然而止 陈强看着视频 人也晃了下 砸在我的病房门上 隔壁病房 赵丽正躺在床上 喜滋滋地幻想着富婆生活时 陈强怒气冲冲地又回来了 那个孽种是谁的 陈强一把抓着赵丽 把他拖下地 我问你 肚子里的杂种是谁的 陈强此时愤怒到极点 眼睛瞪得通红 你的赵丽惊慌 眼神闪躲 哈哈 陈强把赵丽拖到窗边 推得他半边身子都落在外面 他还在骗老子 他一只手掐在赵丽脖子上 另一只手甩了赵丽几巴掌 老子什么都没了 都是你这个害的 还有那个野种赵丽 此时害怕极了 但嘴还硬着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T&B自己也是个吃软饭的 怪你自己不中用 老子要你死 陈强被说中痛处彻底发了疯 另一只手也掐在赵丽脖子上 赵丽上半身全部悬在窗户外 一股骚味从赵丽库腿处散开 他竟然吓尿了 是我错了 我不要钱了 我不要了 求求你放我下来 陈强疯了 他不知道金茜到底知道多少 但他知道自己是被耍得团团转的那个人 他所有的一切都被眼前地毁了 于是他把赵丽从窗户上推出去了 呼 我在赵丽病房外轻呼一口气 警察从我身边跨过 没留住赵丽 警察来得很快 几乎就是案发现场 抓到罪犯是我和徐林报的警 在陈强第一次来进赵丽的病房时 我说我有办公室里的视频了 隔壁病房腾空也就半小时的事 警察来得好像也不算快 照例坠楼 当场死亡 之前剖腹缝好的伤口直接碎裂 我抛开徐林硬是去看了一眼尸体 宝宝你看到了吗 我抚摸着肚子自言自语后回到徐林身边 视频提交给警察之后 警方处理得很快 赵亮和林洪被捕 当然还是有期三年 但这个三年我和徐林可以接受 陈强故意杀人 死刑执行得很快 前一段时间我和徐林都睡不好 那些已经好了的伤总是隐隐作痛 现在才消融 这夜 我刷着手机 徐林的手枕在我脑后 突然有个人加我微信 是金茜 我立马点了同意 这是结束了 我们和金茜应该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了 明天来公司 金茜发了五个字 我机械地回复收到 等回完了信息我才反应过来是不是应该撤回 打工人真的是把早八刻在了骨子里 第二天没有闹钟 我和徐林七点就醒了 我们都去了厂里 我们也都在兜里装了一把美工刀 我们合作愉快 金茜说完就走了 我和徐林还愣在办公室里 倒是白装了 金茜让我和徐林接手管理这个小厂 和以前一样给大厂供货 如果有能力拉到其他业务 额外给我们算提成 陈墙落网之后 金茜快速地收回了他处心积虑累出来的资产 然后扎根 我和徐林对视一眼 他转头看着桌子上的车钥匙 金茜甩出来的时候有些嫌弃 你当时找我的时候是打车来的 现在好歹是公司的门面了 我和徐林在厂里逛了逛 交接工作的经理给我们仔仔细细介绍了一下 我和徐林终于签了劳动合同 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这位经理也输了好长一口气 估计流放到我们这里 他也是够了 其实在金茜出办公室门的时候 我有想过问他 他到底知道多少 但我没问 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生活很忙碌 不知不觉 终半年过去了 金总巡视工作到了我们这个小地方 给你们带了一个消息 办公室里多加了一张办公桌 他协坐在老板椅上 哟 挺会享受啊 金总 我最近有些腰疼 我善然一笑 他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金茜身后的助理便上前讲了起来 原来是赵亮和林洪在服刑期间查出了艾滋病 赵亮在照顾赵丽住院的时候就非常不耐烦 顶着一张血盆大口也能出去寻欢作乐 他竟然碰巧去了林洪所在的足玉殿 林洪也是十分厉害 把赵亮的不满和气氛都融化了 给了赵亮十分的快乐 在监狱里 他俩最近持续发烧 腹泻 身上都起了许多小块的疹子 最终确诊了艾滋病 林洪后悔那夜 抢了那个年纪不大的流浪汉 他更后悔看到那人身上的疹子时 眼里只有那一千块钱 而刻意忽略了这方面 赵亮知道林洪有艾滋病的时候 他压抑的情绪彻底崩了 他竟然在森严的监狱里 硬是找到了机会 活生生地掐死了林洪 不过林洪也很厉害 倒在赵亮身下的时候 一口咬断了赵亮的男人根 这下子 林洪咬着这样一个恶心的脏腥的物件 彻底堵住了他爱嚼舌根的嘴 本来三年之后出来好好治病 这两人也许还有些日子的 但现在林洪没了 因情节十分恶劣 赵亮也被处理得很快 我听着这个消息 突然感觉有些生理不适 还有一些反胃 徐林扶着我 斜坐在椅子上 帮我顺了顺 我看着金倩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没问出来 但金倩说话了 我只是个企业家 只能给人一份工作而已 番外 我叫金倩 陈强是我的丈夫 一开始 他只是我的保镖 尽职尽责 我年少叛逆 家里催婚 我说自己不孕 绝了联姻的路 机缘巧合 陈强保护了我几回 我起了点心思 问他能不能接受没有孩子 他说能接受 于是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十年 我们竟然真没有孩子 我偷偷地查了一下 我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陈强罢了 当初他能接受 我也不惜孩子挺好 后来一个年轻男人在我名下的一个工厂附近蹲了几天 听保镖的描述 我确定是来找我的 我见了他 他给我带了一个大笑话 说实话 动不动陈强我都无所谓 他那些小打小闹开的那些小厂 那点钱我并不在意 拿回来还得找人去守着 毕竟一个有良心的企业家 时时刻刻都想着解决民生就业问题 但年轻男人很有意思 他说我不解决 他可以帮我解决 只是要把老婆托付给我 这我可不能接受 于是我管了这件事 令我很惊喜的是 他老婆和他一样有趣 这夫妻俩和我配合得很好 这件事令我很舒心 报仇吗? 不疼不痒哪有意思 最后 作为企业家 我又解决了他们夫妻的就业问题 路铺好了 聪明人会走好的 道路铺